今天第一個手把劍 這個雕的劍 我覺得表情栩栩如生 是 還不錯 來收藏多少年 多少錢 這個大概是十幾年前吧 因為十幾年前 大家比較喜歡翡翠 對白玉還有和田比較 沒有這麼的就是感興趣 除非是小眾收藏 對 然後後來在那個 市東市場附近 就開了一個那個 和田玉的白玉的專賣店 然後因為他的價位還挺高的 所以可能進去就聊個天 然後喝個茶 然後就看一看 對啊 然後就跟老闆學一些些 小小的增長見識 對 然後後來大概也沒多久 他也往生了 對 後來再去的時候他就說 他要收起來了 他說不好做啦 因為大家還是比較喜歡翡翠 是 沒錯 為什麼 因為和田玉 對 比較比較適合什麼 文人雅士 因為和田玉本身 他基本上他不是 就是女生的那種飾品 和田玉沒那麼亮 但是和田玉他適合做藝術品 比如像這個 就是藝術品 你看這個 這個是符繩 這個符繩帶點日本味 這個你看帶點日本味 對 有耶 很卡通的符繩對不對 另外你看他手上拿一個蝙蝠 所以說我稱得他符 叫做符繩 是 那這一塊和田清玉 它這個紫料是相當漂亮的 頭上剛好有很巧的 對啊 剛好有一個黃色的部分 像頭髮 這個靶劍好玩 對 這個越完 它的那個 包漿會越來越厚 長摸 要長摸 所以當時 你好像跟那個老闆 買了好幾件 大概五件 平均一件都是差不多 大概一萬元左右 這就是其中一件對不對 好的 其實你買和田玉的時候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紫料是水的 還是山的 它的產地 那第二就是重點 雕得好不好 因為雕工是最難的 亮的一塊好的玉 你要雕得漂亮 雕得很巧 雕得很有寓意 是 這就是一件好件 倒不是玉好不好 玉它只是一個材料 它要表現的是 對 您這個 你看 它這個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這個蝙蝠 它不夠立體 那原因就是它這塊紫料 受到它本身的限制 它只能雕成平的 它不能雕成就是立體的 這是它的缺點 好的 OK 好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好的 這個扶神的手把劍 多少錢 價值多少 要起 劍價 不錯耶 平均現在一萬元買的 還不錯 很漂亮 是 這個和田玉 我還有一個鑑定的重點 就是手要沉 拿在手上要沉 有 輕輕的 那就不行了 你想想看 阿富汗也有和田玉 那阿富汗的和田玉就不行了 又乾 然後又輕 是 所以這個和田玉這個東西 學問很大 很不錯 好 今天第一個 就已經有不錯的結果了 翠了紫蘿蘭 很漂亮 而且你看反過來也一樣 很紫 兩面雕 對 然後上頭一抹綠 它帶來一些些的黃肥 它雕的是一個牡丹 有牡丹 花在上面 牡丹 這個雕得很漂亮 而且它很厚實 這一塊 來 這個紫蘿蘭三彩 在哪發現的 這個 直播 你也看直播 近幾年買的是不是 對 這半年吧 因為我的朋友 就是我一個貴婦朋友 他就是很喜歡買東西 然後因為直播 他會希望朋友能分享 那我朋友就說 他在這個直播台 就買了好幾百萬 然後我說真的假的 因為我不太敢去 上直播的東西 是因為朋友跟我說 他已經在裡頭消費過了 這家東西他拿過了 還不錯 就是說那個直播主 大陸的直播 還是台灣的直播 大陸的 對 一手貨員 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無聊 其實我對翡翠是還好 沒有說很有溫度 對 然後我就說好吧 就無聊 就看了 也挺好玩 因為他們的互動 很多彩多姿 然後他會就是 會讓你覺得好像很不錯 那又一手貨員 可能在台灣買要不少錢 就這邊來就是 那如何證實他是一手貨員 因為他們就是在四會 然後四位有很多的 就是他說就是 在四會也不一定 就是一手貨員 他會有不同的老師 像這個 像這一塊的話 他是作者 在現場就是直播了 他跟那個直播主配合 然後他自己是有買礦 就是買礦石回來 自己做雕刻 然後他就說 反正就是 看誰的網速搶得快 就好玩 好玩就下了這樣子 是 結果最後多少得標 那一塊好像一萬出頭吧 我記得 可以耶 如果是天然翡翠可以耶 是 不是 但是我們要看 整體的劇本 大概都是這麼寫 每一個直播主的劇本 都是這麼寫 就是我都是在結陽 或者是世衛啦 或者是說 我這個都是包人家的礦啦 或者是說 我都是手工雕啦 反正他們講的 就是讓你覺得 這個東西是五美價廉 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耶 我相信不是 怕怕的對不對 這個有點害怕了 我相信不是 這價錢太漂亮了 你現在看 光是如果用手工 來雕這個的話 對啊 那工錢都不值 是不是 是 而且他又是近幾年買的 這半年吧 這半年耶 事情都好轉耶 所以你要知道 很多的故事劇本 都是那個 商人來問我 這個不對 改一改 所以越說越漂亮 賴老師 最近在那個 世衛的這個場口裡面 有賣掉一塊這樣 像白紗皮的一個原石 它切了一刀之後長這個樣子 但是裡面也有很多的軍裂 切了一刀 想說切一刀平了 因為它這一塊就買了幾萬塊 然後平了 因為有軍裂嘛 切第二刀 然後 也不怎麼樣 切第三刀 我跟你講 怎麼發 它那個燈光一照 整個冰諾種 對 紫羅蘭要有冰諾種很難 就取出這些 顏色這麼濃 非常的漂亮 是 好濃喔 這是今年的事情 今年的事情 那另外我們在世衛的場口 也有一個年輕小伙子 買了一塊黑紗皮的 這塊黑紗皮的 到現在還沒磨出來 但是已經去皮了 黑紗皮長這樣 黑不通通 真的耶 也是這樣 手把件那麼大而已 對 三千塊 人民幣 光是把皮磨掉 就長這個樣子了 真的耶 非常的漂亮 所以很多的物件呢 我們在場口裡面 你會看到 再一刀就 再一刀 就不知道 所以像這樣 這個紫羅蘭算不錯了 對啊 顏色也好 然後 手把件不錯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會不會撿到便宜的 希望可以 小小來 請見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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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 耶 好不錯耶 還不到 一年你看看 我覺得 這個布局 跟它的雕工都做 真的還是不錯的 是 但是 這都是電腦刁的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 這個是電腦刁的 這還是要請老闆 我們看 但是 這塊魚 我覺得 紫羅蘭漂亮 漂亮 值是好的 本質就很不錯了 所以最起碼 你沒有被騙 好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 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